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29号 贵州省发布关于促进前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共64条 10月15号 辽宁省发布辽宁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共52条 10月15号 安徽省公布关于促进晚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55条 10月12号 江苏省苏州市发布关于促进苏州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55条 有记者提问 日前台湾方面陆委会声称 大陆31条会台措施多为所谓口会不实 说一套做一套 马小光对此进行了驳斥 事实胜于雄变 民党当局以恐吓 惩罚等手段阻挠台湾同胞享受通能待遇 限制台湾同胞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 现在又颠倒黑白 误导舆论 进一步破坏广大台湾同胞的好事 有一句话说的好 天高不算高 人心第一高 民党当局违背台湾民意的做法 只会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也只会进一步丧失人心 在发布会上 有记者询问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正式实施一个多月以来 台湾居民居住证的申领发放情况 马晓光用八个字进行概括 我想用八个字概括 就是非常踊跃 持续不断 今天上午 首届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型联合报道活动启动仪式 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50家网络新媒体的100余名记者组成联合报道团 以北京为起点 依次前往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和广东等地采访 活动将历时17天 地域跨度大 题材多 体验广 是两岸新媒体的首度大规模合作 更是广泛运用互联网新技术的一场深度融合采访 来看下一条 15号 在台湾玉山山顶出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一幕 据台湾媒体报道 当日几位岛内民众带着五星红旗和旗杆登上玉山 希望在山顶升旗 后来改成两人手持五星红旗并在山顶拍下照片 据报道 登上山顶的是岛内五星红旗铁卫队成员 他们原本打算在10月1号攀登台湾玉山主峰并升起五星红旗 不过 台湾玉山公园管理处随即以整修步道及路标为由 将玉山主群封线暂时关闭 台警政单位也派员到场进行所谓的维安 最终 他们当日未能在玉山山顶升起五星红旗 在15号 他们过了检查哨 爬上了玉山主峰并在山顶展开了五星红旗 据了解 去年11月 五星红旗铁卫队就曾发起 高举五星红旗环台湾岛平调抗日英雄活动 当时 他们自台北启程 以顺时针方向环岛骑行 称沿路唤醒更多台湾民众的中国魂 并宣扬两岸和平统一理念 台当局所谓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管黄黄雄6号 因张天青事件请辞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日前已核定 由所谓促转会专任委员兼发言人杨翠出任代理主管 国民党方面表示 这一消息坐实了黄黄雄之前早被架空的传闻 东厂打手正式上任 往后只会离公平正义越来越远 据台湾媒体报道 杨翠代理所谓促转会主管后 其原先兼任的发言人职务将由另一位委员叶红林出任 中国国民党方面对此表示 所谓促转条例明文规定 该机构的主管副主管需经台立法机构投票通过决定 如今代理主管一职仅由台行政机构核定 这就是取巧规避监督 国民党质疑 连让台立法机构行使同意权都不敢的促转会 又怎么能令人民有期待呢 政府首长 内务总管 通通出缺 连公文核发都有问题的单位 这个机关已经形同停机 为何不停止运作进后调查呢 还要硬要任命一个不适任的代理主委呢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指出 纵观过去杨翠的发言 始终抱有鲜明政治立场 具有毫不遮掩的针对性 在发生张天青事件后 其发言不仅没有任何反省 反而大肆批评 如此一来更坐实了黄黄熊之前早被架空的传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杨翠现年55岁 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也是台湾文学作家杨回的长孙女 所谓太阳花学运头目魏杨正是杨翠之子 在担任所谓促转会专任委员时 有关中正纪念堂 蒋介石同项等 两讲威权时代象征物 未来该如何处理 相关业务就是由杨翠督导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驻台观察员陈赫南 看看岛内媒体今天会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赫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 管一 今天岛内媒体的焦点都聚集在了 民进党本周突然决议 将于本周六在高雄举办具有强烈所谓台独意识形态的活动 一时间这一消息拨动了舆论的神经 那么今天台湾中国时报 是用了整整一个A2版面来做相关的解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叫做 民进党的逆袭使出尬场攻略 所谓喜乐岛变孤岛 所谓台独色彩极其浓重的喜乐岛联盟 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放出消息 将会在10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 在台北举行大规模游行 诉求极具所谓台独意识形态 他们放话游行规模将达到10万人以上 而民进党方面对于这个活动 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反对排斥的态度 更是直接通过党中央下达决议 严禁任何党职公职人员参与该活动 当然这并不是民进党觉得这项活动的诉求 和民进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冲突 而是目前的民进党高层高度担忧 随着自己的放任纵容 如果真的是由所谓独派团体 拉着十几二十万人来到蔡英文面前进行游行 恐怕台面上的这些高层们 会迅速地被包含所谓台独在内的 各方深律势力所压制 所以才有了民进党强势拒绝 本周六的这场活动 不过蔡英文原本认为 祭出党纪应该可以镇住各方势力 让周六在台北的活动草草收场 甚至让那些个蠢蠢欲动的所谓活动组织者们 落得一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但不曾想到 随着蔡英文等人在行政以及选举策略上的诸多失误 深律势力内部是人心浮动 各路野心家们 无不是想趁你蔡英文病就要你命 争当那一根压垮蔡英文的稻草 于是蔡英文等人发现 出现了自己难以掌控的局面 不得已迅速的在本周二 临时提出要在高雄举办主题近乎相同的另一场活动 外界就认为 民进党的盘算是 首先分化深律势力群体 虽然民进党喊出的是叫南北呼应 但是本质上可以可能确实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是叫做南北分化 这样一来 在高雄势必有所图谋的那一部分人 就不得不跟着蔡英文和民进党中央的思维考虑一下是不是要留在高雄固守阵地 而这样釜底抽情之后 在台北的那一场一度叫嚣着规模不小的活动 自然也就掀不起太大的波澜了 并且通过民进党自主举行具有所谓强烈台独意识形态活动的方式 似乎也可以让蔡英文等人对于深律势力有所交代 简单来说 分化了深律内部进来蠢蠢欲动的政治势力 抢回了一部分的主导权 同时也激起了政治意识形态话题 这一番决策下来 恐怕以蔡英文为首的那些民进党高层是自认可以得分不少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一切都只是空泛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内部斗争 老百姓们哪是要看你们闹这些啊 我是陈克南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为您带来的相关梳理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管一 好的 谢谢贺南的梳理 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因涉嫌贱卖国民党产三中案 遭台北地检署起诉 根据台湾媒体《静周刊》报道 关键会议录音档首度曝光 当时身兼党主席的马英九坦言 交易案恐触犯证交条例 马英九卸任后 民进党全面对马英九发起诉讼 包括泄密案 三中案 大巨蛋图利案等等 而在台北地院将在10月31号 首度对马英九涉及的三中案开庭前夕 台湾媒体《静周刊》17号刊出新闻称 掌握了马英九 早知台中投为公开发行公司 台中市则是上市公司 建卖党产有违反证交条例及被信罪的会议录音档 该州刊称此录音档将成为三中案中司法征送的关键证据 马英九17号接受媒体访问 被问到对关键录音档的看法时 仅简短表示 这些故事大半年前就出来过了 这不是在炒冷饭吗 他有什么看法会到法庭大大方方说出来 不过这里不是法庭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新则称 本案即将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检方有任何证据 欢迎在法庭上向法官陈述 马英九也会依法维护自身清白 请检方不要再透过特定媒体放话误导 应该尊重司法 新北市长朱立伦最近擒跑市政行程 却很少出席辅选 朱立伦表示 目前要以市政优先 倒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擒跑基层 几乎每天都有辅选行程 请接牌 朱立伦出席接牌活动 市长任期即将尾声 市政行程满档 辅选行程却很少看到他 究竟朱立伦有没有要请假 我现在都是利用周末假日在辅选 那上班期间如果 比如说经过议员的服务处 表达恭喜一下 或者是议员的总部成立的话 那可能就要请个一个小时假 表示公司的分纪 强调以市政为先把市长做好做满 蓝银服选天王还有他 一周七天都在跑行程 那个米花当正半之宝 有正蓝白托在小强就无敌了 送上蓝白托 马英九说罗志强是打不死的小强 带子弟兵扫尖马不停蹄 马英九光是十月前两周 从南到北的县市几乎都跑遍了 还有党主席吴敦毅默默顾基层 还曾经因为被说神隐 在镜头前爆气 没有神隐呢 我昨天都都在云林怎么会神隐呢 我给你看名单嘛 你看站起来看 国民党的太阳 有人请跑基层 有人时间有限 台湾2018高雄市长选战越打越激烈 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麦阵营 因不满有人在网络散播 所谓不实的假新闻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其中就包括计划对国民党候选人 韩国瑜的粉丝团小编提告 对此韩国瑜方面回呛 绿营选战打的太敌俗 我好好的正视这种不实的讯息 那应该自己要能够有所节制 韩国瑜的粉丝团的小编 针对分享我们查到的这些 所有在传播的 我们已经提出告诉 绿营指控韩国瑜有暗黑集团网军 多次发布假新闻消息 而且还针对继续分享散播消息的台湾网友要告 连韩国瑜粉丝团小编 没做好阻止把关也要告 黑造谣之外 开始采取司法行动 接入选举 我韩国瑜真的是吃素的吗 我真的是不讲话吗 你再想一想看我的个性 我可能是被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吗 不仅是韩国瑜的粉丝团遭到提告 现在就连他的两位女儿也被卷入选战 不但个人社交网页被绿营网友人肉搜索 还有人指控韩国瑜的二女儿韩清 利用韩国瑜在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当总经理时 特权去采访拍卖员 有什么事情对我来就好 对我这样的小孩子干什么呢 我们当时在选举到现在 我们的竞争的对手 我个人一句话批判的话也没有啊 为什么这些他的支持人要这么疯狂呢 韩国瑜斗选 韩国瑜斗选 虽然面对来自对手阵营的攻击 但是在16号 民进党鸟松区的党代表温信红 及鸟松区里长联议会主委陈清茂 携十余民民进党员召开记者会 公开力挺韩国瑜 陈清茂表示 现在的民进党是党裔大于民意 派系大于人民 他有感韩国瑜真心为高雄拼经济 决定号召表态立挺 选战到了最后关头 基层选民按捺不住 选择纷纷表态 根据台湾TVBS民调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 陈其迈支持度是35% 韩国瑜是42% 韩国瑜领先陈其迈7个百分点 不过依据以表态支持对象的选民特性 进行辨别分析 如果明天就投票 预测陈其迈得票率是49% 韩国瑜也是49% 呈现五五波的态势 胜负可能在几千票之间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具名播出 同时也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17号 在安卡拉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 就日前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 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交换看法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 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谈结束后 恰伍什奥鲁向媒体表示 蓬佩奥一行向土方转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卡舒吉案的看法 介绍了美方此前一天与沙特领导层会谈的结果 他说土美双方的会谈富有成果 恰伍什奥鲁强调 土方希望得到沙特方面配合 同意土方人员17号进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官邸搜查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 穆罕默德·奥泰比 已于16号离开土耳其回国 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本月2号 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 他的土耳其未婚妻说 卡舒吉进入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 土耳其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馆遇害 沙特政府则坚称卡舒吉已离开领事馆 日前土沙两国同意联合调查卡舒吉失踪事件 克里米亚半岛东端的克赤公学院17号 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 47人受伤 塔斯社援引当地相关部门消息报道说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 当天发表声明说 该事件嫌疑人已为克赤公学院一名四年级学生 这名学生已自杀身亡 他的遗体在克赤公学院图书馆被发现 事件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此前乌通社援引克里米亚当地媒体报道说 爆炸发生在克赤公学院食堂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但报道未提及现场发生枪击 当天早些时候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 根据恐怖袭击相关法律条款 对事件启动刑事调查 随后重新以谋杀相关法律条款启动刑事调查 2014年3月 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举行全民公投 超过九成投票者同意脱离乌克兰 加入俄罗斯 乌克兰不承认上述公投 反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并入俄罗斯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白宫两名匿名高级官员17号称 万国邮政联盟当前的终端费政策对美国不公平 全球多国都在国际邮件计费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 终端费即各国邮政运营商在本国国内运送来自他国邮件时 从他国获取的收入 白宫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未来一年内美国将在万国邮政联盟内部 就新规则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 如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将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美国发起了指责古巴违反人权的一场会议 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遭到数国外交官强烈抗议 古巴以加拉瓜和玻利维亚等国外交官在会场呼喊 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等口号 并敲打桌子表示抗议 会议主持人最终放弃问答环节 匆匆宣布活动结束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卡梅霍 随后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企图颠覆古巴 合法建立的宪法秩序 这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攻击 也是对多边主义原则 以及对联合国基石的重大破坏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外交国务部长阿克巴尔 因遭性骚扰指控 17号 阿克巴尔发布声明表示 他已提出辞去外交国务部长职务 并将以个人身份 就针对他的虚假指控 向法院寻求司法公正 据印度媒体此前报道 有多达20名女性 拟向法院提起上诉 指控阿克巴尔对她们进行性骚扰 报道说 从政前 阿克巴尔曾是一名记者 期间她被指控对多名女同事有过性骚扰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继续来看新闻 10月17号是农历9月初九重阳节 也是海上和平女神梅州妈祖羽化升天纪念日 当天 莆田梅州岛举行了海济妈祖大典 两岸信众同济妈祖 共祈平安 来看记者的报道 今年的农历9月初九 是妈祖羽化升天 一千零三十一周年 虔诚的妈祖信众们 要以海济的形式 来弘扬妈祖利得 行善大爱的精神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 一艘宝传造型的祭台 是高高地处理在那沙滩上 这是为了海济妈祖专门建造的祭台 誉为妈祖扶船 当天下午2点18分 海济妈祖仪式正式登场 梅州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赞 率海内外宫庙代表组成的主祭团 培祭团 向妈祖金身神像 行三跪九寇之礼 并依寻古制 依次完成 迎神 上香 诵读注文 行礼奏乐 等祭典程序 古朴而又庄严的仪式 尽显千年妈祖文化魅力 这次我们台湾妈祖年约会 还有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大宫庙 大甲正南宫 新港奉天宫 麦寮港湾宫 还有我们北港朝天宫 很多的宫庙 一起回到 梅州9月9号 妈祖的这个升天日 来参加这个大型的 这个海祭 看到很多的台湾的乡亲 这么多的过来 非常的荣幸 我们来的时候都等于回梁家 这是我们的祖庙 所以9月9号来祭典 我们都来参加 今天台湾有30多家宫庙 和大陆20多家宫庙 近两千姓座代表 来每周参加海祭大典 连岸同胞选龙以水 妈祖信仰同根同勇 我们深信 在妈祖的庇佑下 连岸信座 必见更加密切地 携走前行 共同开创和平的未来 妈祖信俗 经过千年的演播 也成为了海内外 近三亿妈祖信咒 所主目 正下信众们所说 每一次在这里的顶礼膜拜 都是表达心中虔诚的复远 无论走到哪里 这里都是他们的根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传播 妈祖文化 东南比记者 每周报道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我是管艺 我们下期再见